这个杭州 因为亚运再次登上世界舞台 那你说要从文化元素里面来找 那太多了 那太多了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对中国的 未来的发展一个很好的 一个怎么讲 一个里程碑 也就是说 中国人要从自己的文化历史中 找到一个可以向世界展现 自己的身份的一种自豪的符号 那让世界都从中国的文化里面 去学习到不同的价值 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这种治理的方式 不同的艺术概念 不同的社会概念 这中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我觉得长期过去在这个 西方人在地里大发现 以自己一员的文化 去践踏其他文化的时候 其他文化渐渐失掉 自己信心的时候 我觉得中国这个文化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觉得不但要发掘中国整体的文化精神 像杭州这种城市 本身它的文化精神 历史积淀 可以展现于世界之前的 那就是太丰盛了 不要只看到短短的这些什么 一些商业价值 不过这些商业价值来讲的话 其实也非常重要 因为各国都非常重视这些场景 这些这种国际的赛事 我今天还看了这个英国的BBC的中文 中文网 介绍 介绍这个 这个什么 介绍杭州亚裕 三分钟的节目 我看了这个英国人到底是有多嫉妒中国 从来没有讲一句好话 他的角度非常奇怪 你知道 他访问了一些 他大概访问了几百个才找到一两个人 就拨那一两个人说 现在中国经济不好 你知道 所以呢 政府应该把钱花到什么 花到去帮助老百姓就业 帮助青年人就业这方面 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看不到整个 整个整个 整个大局面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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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市井之谈 哇 BBC把他当做 在介绍杭州亚运的走售 他说中国人怎么看杭州亚运 他就把这个当做他的这个 我就想说这个记者 到底有多仇恨中国 到底有嫉妒到什么程度 像这种角度 他难道不知道 办这个亚运 政府投资下来 会将长洲这个城市 带到一个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吗 哪一个城市不是 日本是不是 北京是不是 对不对 哪一个国家 办这种大赛事 不是要把这个整个城市 整个区域带到经济发展的快速轨道 你看英国人还在那边 还在那边胀衰 我觉得真的已经到了一种协司底里 心态已经不太正常了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看 可以看他那个节目 不过整个来讲我觉得 基本上光在这一次有关的这种 所谓的这些云端服务也好 或者智能化服务提供给这一次亚运的所有的厂商来讲 对他们自己的技能是一次提升 他自己的竞争事 同样也是在这个世人的面前 为他这个公司打了一个很好的广告 为中国的整个的所谓的智能化发展 也做了非常大的广告 这个光广告费 借这个杭州亚运 你事实上就拿到很多广告 你平常你要做广告你要做多少钱 另外呢 在这个过程中 事实上是有很多政府的投资 在硬体上也好 或者说在尤其在软体上也好 那个都是投注到社会里面去 而且事实上的话 这一次五十几个场馆里面 比如说五十六个场馆里面 其实大部分是既有场馆的什么 从 就是说把它重新怎么样 提升 upgrade 事实上整个五十六个比赛场馆里面 只有十二个 是什么 新建的 其他的四十四个场馆 都是既有场馆的提升 那我觉得基本上其实 世界 我们不要讲我们台湾的城市来讲就好了 我们 到很多城市 如果他没有进 他没有过做过大型国际赛事 要有大批的国外人士 涌入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他这个城市 连所有的城市的标志 标通 还有一些 一些这种重要公共场所的指示牌都做不好 真的 外国人到了那个城市以后 如盲人摸像般 过得蛮痛苦的 或者那个指示牌不对 对 到今天我们台湾很多城市都这样 对 他没有那个标示的功能 那标示人就给本国人 就是说大家 因为我们在台湾就看懂中文的 你看懂 你看外国人在台湾会过多痛苦 对 那你像杭州这样一个 这么有文明 文明历史文化资源的这个 他势必要被世界各国认识到 将来会有很多国际观光 那借着这一次的这个国际赛事 他事实上可以把他的什么 把他的整个国际化的所有方面的基础建设 全部拉称 拉称起来 包括人员的训练 包括软体 那硬体更不要说了 他在所有的地铁捷运上 系统上 公共交通系统上 道路的这个指示上面 还有旅馆的这种 整个接触方面 他都怎么样 他都一定要 一定会提升到一个什么 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我们看看他说了 中国大陆现在不只是AI 现在有潜力成为世界第一名 中国大陆发表论文 现在也被说排了世界 超过了美国排到的第一位 倩姐你怎么看 因为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任正非他有提到这个 但说到第四次工业革命 就要提到说哪些 项目是很重要 人工智能中国大陆很强 再生医学 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在比拼 量子计算机 自动驾驶 区块链 网络安全 虚拟限时 锂电子的电池 还有无人机 这些 中国大陆都是在很前面的 尤其范明镇 越南总理最近也说 希望华为能够在越南好好的 在进行发展 能够预计他们数位化人力的资源 德国焦点周刊也说 全球高科技的产品出口国 中国大陆占比来到23.8 23.8 第一名 世界第一 但是30年前 中国大陆占比只有0.6 美国当年是23.3 现在可以说被中国大陆赶了过去了 然后另外来看到是说中国大陆国产的大邮轮 艾达摩都号 2024年1月1号要首航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然后日经亚洲也说 越南现在表现比较低迷 所以美国常常想用越南或者是印度取代中国大陆 不过看起来有一点点原木求鱼 没有办法达到了 谢谢你怎么看中国大陆的高科技的这一块 所以如果我们从你的第一张表就是那个十大项里面 美国就是只有在再生医学的时候是占第一的话 你就明白为什么当时有2025中国制造 美国就跳起来 就是2025中国制造在当时看起来其实是非常遥远 可是现在你到2023年到了第四季的时候 你去看看2023年的杭州亚运 你就知道2025的中国制造呢 其实就是工业4.0 而这个工业4.0里面所有的基础的 就是作为最基础的通盘 都要使用的那些根基的部分呢 十项里面九项 中国大量的研发 已经居于领先的地位 并且如果你要从最后第二张图来看的话 在1990年的时候 德国美国 中国当时是微乎其微 所以就是德国跟美国 这两个大国 一个是科技大国 一个是制造大国呢 占可以出口的高科技的世界的氛围 大概是34% 三分之一 那你第二个 现在来看到到2020的时候 德国已经降到5.6 比以前少一点 可是美国是降最多的是7.1 而中国大陆跳到23.8 他们合起来 占在世界上科技出口的40% 也就是说另外其他的国家 会高度的依赖这些可以有科技出口的国家的科技研发能力 而这个中间衰退最多的就是美国 所以你倒回来想想看 我们把中国跟美国的经济 这个所谓的经济贸易战拿来看一下的话 其实在2025年那个时候中国的GDP从加入了WTO以后 就开始是快速的成长 到了06 070 8的时候 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他跳过了一个坎 可是2005到2016年之间呢 美国跟中国大陆还有SED的 大家记得吗 那个时候还有战略经济对话 也就是说经济是在一个战略层次 然后彼此有问题的时候可以解决 当然川普上台以后 就觉得这个战略经济对话 好像对他没什么力 所以他开始18年的夏天就贸易战开打以后呢 这个SED就消失了 那前一段日子就前几天吧 中国大陆宣布将来还会有经济的工作小组 跟金融的工作小组呢 他会开始慢慢开始工作 可是当时的战略经济对话其实是很实的 而且具体解决很多问题 那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势不可挡 所以因此要开始改旋易撤 用另外一个围堵的策略 那现在如果看起来围堵了这么久 至少从2016年到2020年 它的围堵呢会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是你要让对方可以慢 可是我们看到2020年的数字嘛 中国大陆现在出口的科技 已经是23.8是全球第一了 所以你并没有让对方慢 可是相对的你让自己少了 因为你不跟他做交易 你自己的公司上市的那个市场 你自己公司的朋友圈 越来越小的时候 美国不是一个国家在跟世界做生意的 一个体制 它是由企业在跟世界做生意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看美国如何可能孤底翻身呢 很难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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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